今天我們呈現 最強射手 這可不是我說的 是他自己說的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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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卡強後的最強射手 菁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幫我們點個贊 其實目標是一千六百個贊 還不一定也請訂閱打開鈴鐺了 目前傳說對決的世界賽AIC 正在進行的如火如荼 從下方連結的官網呢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資訊 這次呢還有抽獎等禮物 大家記得到官網去看看 包括呢每天登陸永久英雄 周周送 還有呢我們也可以從中掌握所有的資訊 包括賽程 賽程呢 在十月二號中有HKA對上塔龍 塔龍是來自泰國的戰隊 目前呢他們在B組中斷班 HKA呢只是代表了台港澳地區 是A組的第一名 表現相當的亮眼 之後呢當天還有 來自泰國的BRU 對上越南的SGP 也是呢有一定實力的隊伍 在十月三號呢 也會有MAD對上A系 A系呢特別說一說 他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戰隊 感覺呢實力都是不錯的喔 應該是有玩過王者的 或者來自王者的選手 A系呢目前是A組的排名第二名 官網呢也有完整的選手 跟隊伍資訊介紹 這點我覺得是不錯的喔 尤其是對於呢 平時沒有在關注 但是想要了解更多 比賽資訊的朋友們 有這個網站呢我覺得有差 再來呢就是大家最關心的抽獎了 有表情符號 有永久英雄 造型積分等等 如何累積積分呢很簡單 第一個方法呢 就是預測你心目中的最佳陣容 每條路呢都選一個人 目前呢HKA是全身的戰績喔 而且比分很高 我覺得呢選他們的機率比較高 再來呢是台港澳 當然也是支持台港澳的嘛 成功預測的話呢可以獲得積分 使用本週指定英雄呢也可以獲得積分 只要用他們進行遊戲 像是本週呢就是夜叉刀鋒 拉茲亥亞跟凡恩 那接下來就到這了 大家可以到下方連結官網去了解了解 也歡迎大家一起支持 HKA跟MAD 上一屆的世界冠軍呢有閃電人拿下 希望呢台港澳可以再創佳擊 那我們回到菫的身上 菫的改動呢主要為了 叫做我們的一技能 一技能傷害呢增加了五十點喔 比如呢原本的一技能是兩百點傷害 現在增強成 兩百五十點 魔力消耗呢也有所降低 原本一個翻滾呢要三十五 剩下加三十 意味著呢我們可以更頻繁的使用一技能 這改動啊讓菫在前期兌現的時候 尤其明顯喔 讓他換水能力呢更強一點 讓菫玩到關鍵呢還是要 用好我們的一技能喔 不能隨便滾滾錯方向 團戰的時候呢不要隨意往前滾 要懂得如何去儲存子彈 連射二發 這次我們使用的是錦打野 前面呢過得挺辛苦的喔 有點逆風 經過剛剛的團戰呢 有把比數拉近一點 敵方英雄也確實有點克制我們 比如龍馬 潘因 都可以輕鬆的秒殺我們 再來呢就是敵方的莫托斯 莫托斯呢很封守我們喔 而圖倫跟我們的關係呢也是互相秒殺 卡芬妮也是 所以這場啊選菫來說不是最佳選擇 這也是為什麼呢 菫在不是特別弱的情況下 在最近卻比較少見 這是版本的問題 META 這也是呢我們本號的排位賽喔 順便給大家看看呢 在比較不利的情況下 菫該怎麼玩 首先呢我們的一切傷害來自於我們的裝備 菫也是典型的發育型英雄 當然呢我們要想辦法把經濟搞起來 同一時間呢也不能掉太多頭 像這邊呢我們知道莫托斯在附近 可是呢呂布有一個不錯的位置 我們幫忙帶走敵方的射手 有鑽進我們的人頭 經濟發育呢當然不能錯過 這時候啊就盡量避開敵方的潘因 目前來說我們跟潘因的關係呢 是他可以瞄我們 而我們瞄不了他 那這也代表呢我們的走位要特別小心 絕對不能跟潘因單挑 要有隊友卡在前面的手 我們再從旁邊去射他 就是要這麼卑鄙喔 最強射手呢也不是浪得虛名的 不是單靠馬力幹 我們不是衝鋒的戰士或坦克喔 我們也是需要運用智慧來走位的射手 那井最大武器呢當然是爆發很高 再來就是呢機動性很夠 所以啊潘因要說殺我們很簡單 但是也沒那麼簡單 像這樣子呢我們斷定他是打不過我們的 只有三個人 就可以先把他收掉 就是要創造出這種狀況 跟他單挑的話呢就別想了 我們單挑的話呢 連龍馬都打不過 為什麼打不過龍馬呢很簡單喔 我們要殺龍馬呢要三個翻滾設計 加一個大招全部命中 而龍馬要收我們呢 只要普攻二技能三技能 我們就死掉了 以上來說呢是完全不公平的 我們有位移呢龍馬也有 但是呢龍馬還多了一個暈眩 手也一樣長 當然我們僅是有優勢喔 那就是呢我們的翻滾設計 可以用得更頻繁 我們的所有技能命中英雄啊 包括普攻 都會降低一技能的冷卻時間 所以團戰中呢只要我們不要空招 是可以很頻繁的翻滾的 找個龍馬在後面 這波給他成功性的兵線 很可惜 不然的話呢中路高低早就掉了 但這也是時間的問題喔 有沒有發現呢 只要我不要被潘因單抓 團戰都可以打贏 沒意外的話呢 這場我們就會是全場最高輸出 畢竟每一個團戰我們都在 而且有沒有注意到呢 我們的子彈 都射在敵方的英雄身上 觸發了我們的御魔斬 敵方又潘因又圖倫的 不要吹點魔防呢 很容易被秒喔 先這樣子我們就要創造這種情況下 就是呢讓隊友卡在我們 跟目標的中間 我們從後面射 這時候呢已經漸漸的進入後期 我們的傷害已經開始通了 原本要四槍翻個射擊 身在大概兩槍 而且沒有注意到現在的狀況 我們正在追潘因 這也是我們創造出來的條件喔 一般來說呢只會潘因追緊而已 OK沒看到 他可能躲在某個草呢已經回家了 也有可能用大招飛走了 這時候兵線沒有帶得很好喔 我們看有沒有機會 會 那這裡看起來是沒機會趕緊撤 呂布在對上路兵 野怪先反一反 這時候單挑派應呢我們是不怕他的 畢竟我們身上也有死神連刀 OK 大招跟一技能直接命中 秒了敵方的圖倫 我們跟圖倫跟卡芬妮呢一直都是互相秒殺的關係喔 誰秒誰而已 剛剛呢如果我們沒有使用一技能跟大招傷害同時轟出 通常呢都是我們被秒殺 潘因加了一個大招 他一下子先請他吃一套 OK 我們連死神連刀都沒出發 就把他帶走了 他還開了一個凝霜寶珠 可以看得出呢 如果撐到後期的話 我們的弱點呢就會消失 所謂的弱點就是呢在前中期 他可以秒我們 但我們無法秒他 而萬一真的拖到後期呢 我們除了能夠互相秒殺之外 我們還多了一個優勢 那要是我們還可以一直消耗 基本上呢 除了莫托斯以外被我們射到一槍 都要回家補血 欸 這個是一個好戰的卡芬妮 先把他帶走 由於我們是高爆發的關係呢 也不怕他失血攻喔 當然呢不能跟他正面扛 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這邊敵方倒三人 我看我們先把血量吸回一點 遊戲時間呢已經拖了二十分鐘喔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首先發育 一開始呢是逆風開局的喔 但是我一個打野射手呢 我們要發育 也不能完全不做事 待會呢看我們的參團跟傷害 就知道 在逆風局要想辦法發育的前提下呢 還要保命 同時呢我們也保住了一定的參團女 當然輸出呢也會是全場最高 看了這麼多呢總結 菁這玩法也是可以玩的 只不過呢要更費力氣一點 如果你要更簡單的選項呢 菁不是目前版本 最佳選擇 也是先呢菁小姐 給我們演繹了 選版本強勢角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今天選的是一隻 潘因一隻齊羅 可能就不會這麼麻煩 那最後也感謝你的收看喔 我是尚恩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需要不要再詐騙 這樣呢 我們又要先來 我們這次會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感谢观看